现年42岁的离子自从下家富商马亭强后为马家省下三位千金 包括大女儿家卫、二女儿家美以及去年10月初淡沙小女儿Pandula 离子一直很少出过家门,看来就是一个十足的准主妇 虽然也有三个女儿,但离子却希望为丈夫继续追生一个儿子 近日有报道称离子去年生小女前已经同生子圣守名医何永超商量追生儿子一事 而离子产后也调理身子,报道还指离子接受注射超级排卵针,实行为身子做好准备 近年来离子也很少公开出席活动,日前同亲友吃晚餐 当日离子着平底鞋及松身衣服,而且肚秃秃全虫表现得好小心 而离开时亲友好像叮嘱他一些事情,而离子也是点头示意 据了解那位星级名医何永超是生殖医学专科名医 也曾为李嘉欣、陈辉玲两位妈妈调理身子,以致成功生了男婴 不过小编可要提醒各位妈妈,虽然盼子心切 可是一定要找对方法,千万不要乱吃药,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我们也期待离子如愿以偿,快快报喜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